欢迎观看本期军事视频 2017年是中国军工集中爆发的一年 迎来空前发展 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下水 中国造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 而这些新科技新装备逐步服役的时候 同时也有一些伟大功臣离开了我们 几十年前钱学森回到中国 是美国乃至全球非常震惊的事件 这让中国有能力不再担心美国的导弹和核武器 如今美国最狂妄的恐怕是航母 美国拥有11艘航母舰队 甚至叫嚣要开6艘航母到亚太地区 不过中国制造出了新的武器 可让美国航母直接后退200公里 几年前一名战略级科学家辉国 引起世界关注 他就是黄大年 90年代以第一的成绩 攻读英国利兹大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地球物理方向 堪称为地球做CT的人 不管是陆地还是海上 都能快速勘探出来 准确定位 直接让中国安全边界拓展200公里 不仅如此 还研制出地壳一号钻探专用钻机 这种钻机的钻探深度 可以达到一万年 使得中国一举打破拢钻 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 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它的意义堪比登上月球 是对研究未知领域的又一大突破 这些都使得中国可以一跃成为 在地质勘测领域排名顶尖的世界强国 2009年 黄大年回国前 放弃西方优越条件 对妻子说 就是要离婚 我也要回国 报定坚定的信念 毅然回到中国 用近七年的时间 让中国少走弯路 为国防领域打下深厚基础 不过 黄大年 由于经常熬夜到凌晨 高强度工作 导致昏迷在岗位 2017年初不幸去世 但他给中国留下一份重要遗产 可让中国国防领域和科技领域 进步至少百年 培养了大量后继人才 他才是中国的幕后英雄 值得每个人纪念 至少比明星强百倍 如果你有什么评价可以留言 也可以订阅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